火爆的离岛免税购物昨天又传来喜讯 小长假首日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.42亿元 同比增长209.7% 今年五一期间 免税购物成为吸引游客到海南的金字招牌 在免税店多重优惠活动的带动下 5月1号9家离岛免税店购物人次2.24万人次 购物件数23.2万件 分别同比增长157.8%和243.2% 对此海口海关提前与中免集团做好免税品销售 提货环节沟通协调 保障小长假期间足量免税品上架销售 为旅客提供更优质的购物体验 挺好的各种优惠卷 然后还有特件还有打折 优惠卷挺多的非常的棒 下次还要来的话还会继续选择离岛免税店的 为进一步提高免税品通关效率 保障五一黄金周离岛免税品销售市场平稳 海口海关所属海口港海关免税品监管科 主力做好海港渠道离岛免税货品提离监管 从优化小车提货点隔离区设计 深化视频监控设备运用 强化旅客政策宣讲等方面着手 切实防范免税品回流风险 我关加大店面巡查品次与检查力度 特别是邮寄送达与返导提货的业务监管力度 同时加强离岛免税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 严防套戴货风险